大家好,1月29日已经到尾声,但因为今天日头忙开其他事情,所以现在才补回一条片 不过不要紧,因为之后大家都忙着其他事情,有机会补回看就可以了 今天1月29日同样做两件事,第一就是分享一句说话,第二分享一篇文章 今天多了一件事,有一篇文章出一条题目给大家认读理解长题目的方法 这张纸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人天生就喜欢躲藏 我们在人群之中,有些时候我们会喜欢张扬一些,我们会喜欢和其他人一起 但也有些时候我们喜欢甚至需要把自己收藏 我们读过的文章里面,有不少作家都是收藏自己的 最典型的当然是新气质 那为什么我们要收藏自己? 会有很多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等同学自己去发掘 但是人收藏自己,往往会产生一种保护的效果 至于我们有什么保护自己呢? 也都是看同学的祭遇,或者同学当时心境,或者现实上的危险,又或者不安 这句说话,对我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今天这篇文章去探讨的是人与人的距离 特别是拿了亲情这个常识上最近的人际关系 但是文章就在第十一段提到一个概念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近,什么是真正的远 是不是一起相处,心就会最近呢? 未必是的,所以令到我们可以反思更多 当然大家都会很有印象 就是2012年的作品题目 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 当然那条作品题目是探讨的是 如何从两个在一个对比里面找到中间的那个度 但是这篇文章提醒我们更多的要点 就是表面外在上面 和内在情感甚至精神价值 所追求的有时会不一样 甚至是一个矛盾 而这个矛盾呢,往往是我们能够令到我们更加深沉 又或者更加内念的一个原因 如果在阅读文章和写作文章的时候 善于发掘这种对立这种对比 然后在这种对比里面找到一种自处的方向 或者一个新的角度的话 往往是能够呈现到 和其他一般般的水平的文章 或者思考点不一样的地方 希望这篇文章可以给大家一个角度 各位同学,对于这篇文章 也应该有些思考的方向和分析的切入点 我们不妨出一条四分的题目给大家试一试 试综合传闻分析作者感到和家人距离远的原因 那是分析距离远的原因 有好多的,有好几个原因 大家要留意下四分的长题目 就不可以只是一个原因 这是第一 第二,就一定要有文本依据和解释 这是第二 第三,就是如果你可以数到几个原因的话 留意一下是否所有原因 都值得放上来做一个四分的答案 因为上品的作答是需要有 更加深刻的层次分析才可以算数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试一试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一起看看如何去分析 才会比较恰当 好,我们明天见,拜拜